苏澳政公所正在进行的是政徽甄选 从4月18号开始开放政民投票 到5月6号为止 公所是呼吁政民在这段期间 攜带身份证 踊跃前往投票 选出心目中最理想的作品 为了选出心目中最理想的政徽 许多苏澳政民都带着身份证 前往政公所来投票 就算是坐着轮椅 也要来参与这项盛会 你今天来这要做什么 要删首顶的票子 新的定例有新的构想 我们给民众的选顶 我们这个政委代表我们首顶 大家也说到政民都很踊跃 希望我们这次的政委 可以选顶一个大家都尽如意的 政长陈金林表示 政徽争选活动 共有389件作品参赛 经过初选有8件入围决赛 分为专家评选和证明投票等两部分 成绩分别占80%和20% 评选结果第一名 除了可以获得5万元的奖金 也将成为新的苏澳政徽 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6号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 苏澳政民持身份证可以来参加票选 那我们第一名是给予5万块的奖金 第二名3万 第三名1万 另外的主要参加人都有票选 可以参加摸彩 有送手机 所以今天第一天 我看见很多人都共同关心 我们以健康苏澳为意向的 苏澳政委选拔 大家非常热烈的投票 我们希望票选出 大家所理想的 以苏澳政健康苏澳为意向的一个主轴 苏澳政徽 作为我们未来苏澳政政徽 而公所也有准备丰富的奖品 要给参与投票的赠民来抽奖 欢迎赠民在5月6日之前 踊跃前往投票 宜安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